但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 弓箭纳闷到自己身上怎么就完全不一样了呢 第二天曹操主动请弓箭唱K 随后还道起了歉 不管怎么说 我动手说我不对 我干了 弓箭也不计较 端起酒杯就一口闷 一旁的梅人立文和孙楠韦立马失去的点歌 好给两人创造独处的机会 曹操打破尴尬率先挑起话题 这地方挺贵的 高端大气上档次 弓箭也没料到他会这么大方 怎料曹操不是常人压根不按常理出牌 一句AA把弓箭给整蒙了 但随后还是答应下来 弓箭坦白对曹操的一些意见 直言他虽然离自己心目中理想女友的标准还差很远 但曹操也并不是没有优点 钢铁直男单身这么多年 果然不是没有原因 旁边的立文和孙楠韦直接生无可恋 月老千贱都用上钢筋了 结果硬生生被弓箭掰断 曹操无语的表示 要不是他今天这么有诚意 自己才不会来这个地方 弓箭听得一脸梦 错了吧 是你请我吃饭吧 我请你吃饭 我为什么要请你吃饭 你嫌我道歉呢 他说什么呢 到底谁请谁吃饭 两人纷纷表示很疑惑 眼看事情传帮 李文这才交代 这所做的一切都是帮两人弄得和好曲 得知真相的两人都死要面子 一脸傲娇谁也不肯开口再说话 王者带青铜 压根带不动 李文和孙楠韦两个没人也是不容易 为了缓和气氛 李文让孙楠韦点歌 结果对方偏偏点了一首当爱意成往事 两个人都经历了失败的婚姻 歌这么应景 想起过去的婚姻 两人都不由得难过起来 红酒一杯接一杯的下肚 曹操越听越难过 一气之下直接摔起了杯子 看着曹操红了眼眶 弓箭充满心疼 当场忍不住拉住了他的手 曹操浑身带子扭头就走 结果一不小心撞上服务员 眼疾手快的弓箭 扶着腰将他稳稳抱住 这英雄救美的场景 是个女人都会心动 反应过来的曹操 想起两人还在冷战 立马甩开弓箭 质问他想干嘛 看着嘴硬的曹操 弓箭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将两人的举动全看眼里 孙楠韦觉得两人有戏 为了趁热打铁 让两人更进一步 中国好闺蜜立文 直接将曹操的家门钥匙藏得起来 为了制造两人独处 孙楠韦直接将曹操儿子 放自己家睡 明白孙楠韦的用意 看着他费尽心思的 撮合自己和曹操 弓箭觉得他不用做律师了 直接改行做没人 肯定更赚钱 将人送到家楼下 两人说说笑笑 没了之前的冷落冰霜 曹操发现家门钥匙不见了 还要一把在儿子手里 随后弓箭打电话给孙楠韦 让他把钥匙送过来 为了给两人多了一点独处空间 孙楠韦故意拖延时间 只愿自己有事 最少要一个小时才能送过来 看着挂栏杆上 微醺脸色红润的曹操 弓箭觉得不能浪费 没人的一番好意 当场试探性的问曹操 要不要去他自己家做作 曹操口是心非的拒绝 结果被弓箭一眼看穿 强人直接抱了下来